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晒音信 所以下个礼拜一咱们摄影棚接 不过 在下礼拜一我回到摄影棚的之前 我要跟各位讲 今天大盘上涨了 上涨了将近一百点左右 但我要跟各位说 下个礼拜一开始 下个礼拜一开始 各位你要注意哦 很多股票要做这件事情哦 我昨天在我的节目里面 我在家录影的节目里面 我跟各位写这几个字 报复性大涨 V 转 今天大盘上涨了 止跌了 先前最弱势的货柜三雄 今天也止跌了 下个礼拜准备要出席了 针对货柜三雄 那三支股票如何操作 今天盘中的时候 清俊在帮各位收集资料 因为我要第一手的情报 我要这些人的看法 他们愿意进去买 那货柜三雄就会涨 他们不想去买 或是买的很少 那货柜三雄涨幅可能就会有限 所以 今天盘中 我特别去帮各位打听了一下 收集了一些 我跟你讲 第一手的情报 哦 下礼拜精彩了 刚好我回来 在摄影棚正式复出 因为快杀阴性 而且 我也要解隔离了 下礼拜哦 我跟你讲 那个行情哦 那个股票哦 我认为涨停的加速会越来越多 涨停的加速会越来 而且 有些是什么 是你 是你先前没有注意到的股票 各位 你还记不记得前天 前天的时候 我跟各位举了三个产业 第一个 元宇宙 对不对 电动车 跟什么 跟生计嘛 我前天的节目大概在我的网站上 各位有空去看一下 我没有办法说 用这招 导播VCR check out 我没有办法用这招 但是你可以在我网站上看到 前天 6月22号 我在节目里面 我所举的 这叫你注意这三个题材 第一个 元宇宙 第二个 电动车 第三个 生计 元宇宙 今天的元宇宙 你看到很多股票涨停板 跟在我身边的 打电话进来拿的 即便我在家里录影 即便我在家隔离 我还是能够发布指令 发布讯息 带你们去买进 带你们去卖出 而这几天我买的股票 我有在电视上给各位暗示了 他们今天 这些股票的表现 你们都看到了 打电话的 跟在身边的 好不好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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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赚 老师 你在家里面也可以 要不要我点名 你看今天这几支股票拉到涨停板 很明显啊 对不对 对不对 红叉叉啦 微叉叉啦 对不对 微叉啊 很多股票都拉到了涨停板 那我下个礼拜 再来跟各位好好聊一聊 各位啊 我跟你讲 我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是怎么样你知道吗 我也觉得奇怪 比如说以明记忆好了 把它折起来 给你看我的股票掌停板 你怎么不打开来啊 你怎么不开 做贼心虚 还是没有把握 你为什么不敢呢 开城布公给大家看你买什么 我的货啊各位 我这段期间 台北股市这阵子这波拉回来 你看一下 这波拉回来 各位啊 我没有再闪的啦 我除了这个礼拜 我没有办法在电视上公开股票以外 我上个礼拜 我就拿我上两个礼拜之前的股票来 一直来跟各位做个验证嘛 那你看我这阵子的股票的表现如何 不用遮遮掩掩啦 有话就讲嘛 有股票有标股就直接公开 我不像其他分析师那样 我跟你直求对决 我跟你直接 我们直接一点 不要在那边遮遮掩掩嘛 为什么清俊这阵子收视率很好 很多人都要跟在我身边 因为他们说抱着我的股票 几乎都豪华无伤啊 我等一下再来跟各位讲股票的 来我先跟各位讲大盘 各位看一下 大盘喔 好这样子 大盘 今天SOHO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一波啊 这一波跟这一波 这一波下跌跟这一波下跌 是两种不同的状况 我们有在聊啦 这一波的拉回 这一波的急跌 跟这一波的下跌 这两波的拉回 是完全不同的结构 为什么 因为这一波的拉回 各位 这一波的拉回 这阵子跌了一千六百多点嘛 这一波的拉回 是用融资余额大减三百多亿所换来的 是用散户 看破了 死心了 散户认为没救了 散户认为空头来临了 散户认为受不了了 他抱不住股票了 他必须要忍痛卖出 券商必须要忍痛卖出 融资催甲 强迫什么强迫断头 我跟你讲 这一波的拉回一千六百点 跟这一波下跌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也可以 我换另外一种说法啦 这一波的拉回 是用投资人的血泪 用投资人的金钱 不计价的杀出 砍出 任赔 所换来的一千六百点的跌幅 而且融资余额大减了三百多亿 但 我这样讲有点冷血 但是这是股市的常态 没办法 没有办法 这就是股市的现实面 如果你跟在我身边 你不会碰到那种什么断头啦 那种大跌 你不会碰到这种的 可是你没跟在青春身边 就算我确诊在家里 我在家里露营 我还是能够在家里发号施力 告诉我的会员 买什么 卖什么 然后呢 随时接受 最新的 因为我有LINE 我有电话 我还是可以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 我还是会选择录影 然后在我那个节目上播出 因为有些人 搞不好都用重播 这个礼拜几乎都用重播 不要啦 不要重播 干嘛那么偷懒 不要用重播啦 你就录影 你就告诉大家 今天盘发生什么事 什么 虽然你与世隔绝 对不对 因为我隔离嘛 我与外面隔绝 对不对 我没办法出去 但是 我还是可以得知天下事 我还是可以知道说 最近大盘 在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我必须要跟你讲 各位 这波拉回 我跟你讲 超跌 会有超额的利润 超跌 会有超额的利润 这一段 跟这一段 我跟你讲这一段下来 这边如果你在这里买进的 会比在这边买进的 更好赚 而且赚更多 你相信吗 因为这是融资余额大减300多亿 也就是说 这日子很多股票的筹码变轻了 因为有些散户已经出场了嘛 他不耐久盘 他看着台北股市每天的下跌 美国股市每天下跌 他受不了了 他必须把股票卖出 把股票杀出去 结果他卖出去的那些股票 跑到哪里去了 被谁接收呢 有人在下面做DJ 你丢我捡 各位 套句巴菲特所讲的话 别人恐惧 他们贪婪啊 真的啦 这一波啊 下跌 融资大减300多亿 很多人都在砍 这一波非常的恐慌 恐慌气氛很浓厚的时候 各位 别人大家都在恐惧的时候 他们在贪婪 他们在低阶持股 他们在试单股票 很积极的运作 所以我跟你讲 各位 下一波 这一波 今天上涨 100点左右 对不对 各位 这叫刚开始啊 要准备做这件事情 暴富性大涨 暴富性大涨 加上V转 我跟你讲 有些股票要走V转 V转啊 V转 他不想打底了 他不想打底了 我跟你讲 未来在V转的过程 也就是说他跌下来 然后V转上去的时候 在V转上去的过程当中 我跟你讲 很多人 包括分析师 包括很多财经媒体 一定会跟你讲说 这只是反弹 反弹要逢高减码 要逢高卖出 或者是逢高放空 我跟你讲 未来 我先把未来的事情 财经节目 还有很多投顾节目 会跟你讲的后 我先跟你做预告 他们会跟你讲这件事情 逢高反弹 逢高减码 减个头啦 都已经 还减什么 很多都 这波跌下来 跌1600多点 融资跌了 跟着融资大减了300多亿了 还减什么码 都卖出去了啊 都被他们接走了啊 所以你看到今天 很多股票拉到 拉到涨停板 各位 今天很多股票涨停 你看这边 今天很多股票涨停板 各位 你再看一下这几支股票 看这边的股票 不要说我没先跟你讲 不要说我没先跟你说 我告诉你 下个礼拜 标股会越来越多 甚至哦 我听他们在讲 这个 腰骨 腰骨 腰骨啊 什么叫腰骨 要长这样的 要长这种的 哦 要长这种的 腰骨 腰骨要出没了 腰骨要出没了 哇 这个厉害了 我告诉你 接下来 好好把握住 你赚得到 各位 抱歉 我听说好像 隔离快要出关的时候 都会遇到些什么 小壳 是不是 我听我朋友在那边讲 来 各位 看一下 这大盘 我刚刚跟你讲过了 这个什么指标啊 这个先忽略 你先不要看 大盘现在在这个位置 起掌第一根 我问你 你在这边进场 胜算高不高 抱歉 这边 你觉得啦 你在这边进场胜算高不高 我问你啊 你在这边进场胜算高不高 我是讲那是胜算哦 你在这里进场 胜算高不高 胜率高不高 我跟你讲超高的 不要忘记了 我们五月外销订单如何 创新高耶 头期新高五月外销订单 你记得我们的五月出口吗 因为五月外销订单很好 六月的出口 各位我再讲一次 是刘德英 我相信他所讲的话 我也相信鸿海刘洋为所讲的话 下半年景气 你在看到最近啊 政府基金 国家队啊 国家队啊 政府啊 我看到他们的一些动作 听说国安基金差点要进场了 国外基金不要进场了 不要进场了 你不要跟我们抢着赚嘛 我们自己来赚就好了 国外基金你不要进场 哦 我再讲一次 现在就是这个 长线投资的好买点 因为大台现在在这个位置 各位在这个位置 你在这边不敢买 你还不敢进来买 这么低了 诶融资都已经 都断了差不多 好好好 给你看那个技术指标 这样你也不敢买 那你要买什么我问你 我跟你讲啦 下一半买什么股票你知道吗 买我的啦 我告诉你 你买我的 你看那个 这支 金鱼 金鱼啊 金鱼 这一波的金鱼 你看金鱼 你看他这边的K线 看右上角这个 看这个地方 各位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大盘跌了一千六百多点 融资育额大减 美国股市政治的表现不好 金鱼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金鱼啊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所以我跟你讲 那支 买有筹码力量的股票 我告诉你 我就是会买他们的股票 我管你什么美国股市大跌 我管你什么美国股市拉回 你只要抱着我的股票 我今天啊 早上的时候 九点 九点半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 公司的人 跟我讲一些事情 他说 有不少的观众 还有那天打电话键 拿我这支股票的人 他们说 他们抱着这支股票 看着大盘大跌 一千六百点 看着融资预额一直在减少 看着美国股市一直在拉回 结果他们抱着我的股票 你知道吗 连他们抱着我的金鱼 都有点担惊受怕 结果 结果今天 再创波段新高 没事啊 也就是说这边台北股市大跌一千六百点 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大赚 没有赔 更何况是我的这几支 明基 还是三富 还是我的连羽 这一波 各位啊 我跟你讲 这都是妖果 但我会跟你讲 这三支 这三支妖果 我会怎样你知道吗 把它摆一边 因为我现在有新的 我有新的要来的 各位 今天盘中 最震撼 从何心 从何心传出来的 赶快 叫我们公司行政 赶快制卡做出来 送到我家门口 我开门去拿 这一支 这支 我跟你讲 腰鼓候选人 腰鼓候选人 我当然敢买了嘛 拜托啊各位 现在大盘在哪个位置啊 不是 有点慢 啊算了 给你讲这支 好啦 各位 在讲这支股票之前 你看一下 因为 快三 阴性 我要解隔离了 今天 庆祝解隔离 庆祝解隔离 我跟你讲喔 只有假日喔 只有假日 因为 这一个礼拜也是让我有点 毕生难忘啦 没想到 我居然也中 我以为 我以为我是天选之人 我应该不会中才对 因为我周到朋友 很多人得有中 我想说 我上次跟他们接触 我都没有中 结果没想到 我还是中 各位 庆祝解隔离 庆祝解隔离 也感谢各位关心的支持 我们公司一直跟我讲说 最近很多观众 包含我的会员也来打电话来问 也来 给我很多的关心跟支持 叫我好好在家养病 好好休息 也提供一些秘方啊 清冠一号啦 或是一些 或是什么 什么枇杷糕啊 多喝枇杷糕啊 或是一些什么 维他命什么之类的 也给我一些 很多的一些建议 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也感谢你们支持清君 爱护清君 来 今天 只要来电 只要来电 加送一个月的讯息 庆祝解隔离 庆祝我下个礼拜 也要回到摄影棚 庆祝我筛检阴性 诶有些人 第七天 筛检出来还是阳 阳性 诶 我筛检出来 还好是阴性 庆祝解隔离 也感谢各位来电支持 各位今天 我要把这支 有钱人的涨停之霸 有钱人的涨停之霸 今天他们在做的这个股票 正在运作的这支股票 我跟你讲啊 未来 涨最多也最会飙的涨停板 就是这支 涨停板之霸 就是这支股票 哇 在里面 在里面 我刚刚回顾一下 我刚刚节目是怎么跟你讲的 对 就是它 有钱人的涨停之霸 涨停之霸 各位 涨最多 标最多涨停板的 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从我回到摄影棚开始 到七月份 涨停最多的股票 就是它了 就是它 庆祝节隔离 今天 大放松 你只要来电 拿我这支股票 送你一个月的讯息 到七月底为止 因为我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对我的关心 我都收到了 我都知道 因为他们有转达给我听 我都收到了 我很感激 真的谢谢你们 我恢复的还算蛮健康的 下个礼拜一 你会看到 我又在荧光幕前 生龙活虎了 不过 在这之前 下礼拜一来到之前 今天 我要把这支股票 送给大家 而且我要加正 今天不论你是谁 不论你在哪里 只要你来电 拿我这支股票的 各位下礼拜一 这支三副旁边站 明基因也旁边站 接下来看他 看他表演 看他表演 各位这支 今天只要来电 庆祝解除隔离 也感谢大家的关心支持 只要你来电 拿我这支股票 我再加送你一个月的讯息 到七月底为止 到七月底为止 这支 有钱人的掌停之霸 等一下广告 节目结束之后 广告电话 各位 不要客气 电话打到爆 你对我的支持 我一定回馈给你 好不好 这支股票 有钱人的掌停之霸 打电话进来 这支股票 送给大家 另外只要来电 加送你一个月的讯息 各位 好好把握住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动荡不安的时代 才能创造不同的价值 388实施造英雄专案 帮助您在困扰的环境中 成为股市真正的英雄 英雄专线 顶外 抱一二 五八五八 亚太国际 亚太国际 政券 投顾 顶尖团队 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 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 投顾 零二 八五一二 五八八 掌停 掌停 又掌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行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 投顾 陪您拥抱财富 零二 八五一二 五八五八 動荡不安的时代 才能创造不同的价值 388 時事造英雄專案 幫助您在困擾的環境中 成為股市真正的英雄 英雄專線 零二 八五一二 五八五八 動荡不安的時代 才能创造不同的價值 388 時事造英雄專案 幫助您在困擾的環境中 成為股市真正的英雄 英雄專線 零二 八五一二 五八五八 104 16 10 12 13 20 9 18 20 12 20 16 19 20 全新的操盤策略 全新的尊榮服務 創意理財 盡在亞太國際投顧 02 8512 5858 掌停 掌停 又掌停 你抓住了嗎 亞太國際精英團隊 眼光犀利 驚艷老道 專業領航 強勢獲利 亞太國際投顧 陪您擁抱財富 02 8512 5858 看全球財經台 除了家中有線電視之外 您還可以這麼做 網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網就能看 而且免費 改變收視習慣 就從全球財經台開始 當股市皆變幻化 當操盤千頭萬緒 當機會千載難逢 昨日啟用1000元體驗烘店了一個月 就算轟動時掌操盤秘籍及上課券 千言萬語這次只要1000元哦 請播022-365-3255